大家好,我是Chris 然后我是来自audit department 我在这边工作大概有4年 其中为什么会加入KTP 因为一开始我是在Jord Street看到的 然后我看了他里面的Jord description 跟我intern的时候做东西很相似 所以然后我也看了他Facebook 就是KTP的Facebook里面有很多那种event 我就觉得这公司应该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选择 然后因为我也是想尝试一下这样子的一个环境 因为我之前intern去的时候是比较小的一个公司 然后那边的活动比较少嘛 所以我就想来尝试一下KTP 然后我也是有看到KTP是一个Approved Employer from SEC 他是一个Battinent 所以我就觉得这公司应该是蛮不错的 蛮被认可的 ok 然后我在这边做的东西就是有包括audit 还有corporate tax 然后还有包括prepared tax incentive 然后在这边 不单单只是做这些了 我们还有会做一些比如media post 然后跟顾客讨论KPI等等 这些就是我在这几年都有做的东西 ok 在这边的话我学了比较大的东西就是可能沟通吧 communication跟analytical skill 就是Missaco也是有常常跟我们讲啦 沟通很重要 然后你做是一回事嘛 然后你怎样去跟你的顾客解释又是另外一个东西 所以我在这边学到的最比较大东西是沟通 跟怎样去表达让你的顾客明白 这样子 ok 然后 然后在这四年内最让我比较印象深刻 跟比较hardsheet的东西就是刚开始MCO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一开始MCO大家都比较 比较慌了 因为第一次MCO嘛 然后东西也是收收了 然后就带回家做了 然后一MCO就管了好几个月 所以当下我们是蛮害怕的 因为也不知道audit的deadline会不会延迟到几时 也不知道手上东西做得完嘛 所以当下的印象是蛮让我记忆深刻的 然后我也是记得当时候MCO的时候 我们也不是开始MCO的时候 我们也不是马上就做手上的东西 我们有做别的东西 所以当下不仅仅是做audit而已 我们还有做其他的东西 所以这个也是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新的东西 当时候也是算对我的人生也是有一个 比较容易容易记得的东西 ok 然后spatial work就是我想要感谢 特别感谢MCO啦 因为我知道他近几年都公司都比较困难 可是他都有support我们了这几年 所以我现在很想感谢他 然后接下来就是球会 因为球会就是在我进来到现在 他都是帮了我很多东西 然后给我很多advice 尤其是那种比较technical assignment 他都有给我很多很好的advice 所以我需要这边感谢他 然后最后我要感谢的人是missbonita 因为其实到从我进来到现在都是 一直以来都是under他嘛 所以他对我来讲就是 support了我很多 可以讲是我算蛮幸运的 就是under他的team 就是我也很开心在那边 然后也在那边工作了这么多年 然后非常感谢他 ok